很多人都吃过热炒店的炒螺肉 但可能不知道业者所使用的螺肉 其实不是海螺 而是非洲大锅牛 这是八十多年前 由于日籍教授所引进的物种 因为个头大 肉质厚又嚼劲 因此深受涛客的喜爱 不过却因为近亲繁殖而越来越小 更成为了涛客所喜爱的做上美食 非洲大锅牛一般体型大约七到八公分 最长可超过二十公分 夜行性且喜爱潮湿环境 很难想象 平时行动缓慢 不过却因为引进台湾之后野地放养 近亲繁殖而让锅牛越长越小 大概我们在三月以后 它就会有一天出来 如果这样出来的话 就是夏天 我们去热水 烫过 在挖这个肉 这个全部里面都没有 当初台湾会引进非洲大锅牛 主要是食用因素 但因为缺乏计划及繁殖力太强 而攻击过剩 非洲大锅牛食用口感较佳 像是常见的炒螺肉 大多是用非洲大锅牛 但料理时一定要先完全煮熟 否则恐怕感染广东 注血腺虫 造成饰饮红性脑膜炎 危及生命 记者林杰 受风箱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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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